肩动症全称为极萎缩性脊髓硬化症,发病率约为一,5.2.7除以10万人,离坏疾病后,患者上下运动神经元会逐渐退化死亡,大脑无法将肌肉传送信息,肌肉因为食用弱化,逐渐不能说话,吞咽甚至呼吸,仿佛被冻腔,最终死亡,迄今上无法治愈,肩动人的生命有多脆弱, 初次发病后5年之内,大多数患者就会死于呼吸困难,近10%左右,能存活10年以上,像霍杰这样带病坚持科学研究55年之久,诗书罕见,早在2000年,国际病友大会就确定6月21日,为世界剑动人日,但在这几年冰桶挑战流行以前,这个群体几乎不为人指,随着昭克伯格, 比尔盖茨等名人的呼吁,近美国就有超过200万元美剑动政协会捐款,总金额上亿美元,可能是历史上为单一病种珍珠最多的狂章,瞧的是同一年, 好莱坞还上映了两部剑动政题材的电影《温暖剑动心》,万物理论,为公英又牵了把火,除了谈话,绝症,并统伴,你对L4了解还有多少? 好,今天,就让我们对这种罕见的疾病做个盘点,此剑动baby剑动,一语而混淆的疾病,击碎小脑变性症,一公升眼泪,她叫木藤鸭姐,15岁去诊,25岁离世,十年里一直坚持写月记,虽然最后五年,她的手越来越不听使唤,用很粗的白板笔, 也只能一页写两三个字,她的母亲都无法辨认,亚烈的故事后来被出版成书,还搬上了荧幕,就是你熟悉的那部电视剧《一公升的眼泪》, 脊髓小脑共济失调,是一种表现为高度临床和遗传一致性的,缠染色体潜性遗传性神经系统遗传病,主要表现包括进行性加重的肢体共济失调, 抗应障碍,眼球运动障碍,渐渐不能走路,说话,甚至吞电困难,该疾病主要累积大脑,小脑,脑干神经合团,追体系,追体关系, 脊髓前,透索及周围神经系统,目前里报道的价型多达40种,肯尼迪病,肠肺物诊为肩动症,肯尼迪病又称脊髓炎随肌尾缩作症,这个肯尼迪不是美国总统肯尼迪, 而是另一个也姓肯尼迪的医生,她于1968年首次报道了这种摆发的X连索遗传病,肯尼迪病主要影响成年男性, 女性携带者一般没有临床症状,其临床表现为肢体近端进行心肌无力,急萎缩,真心求麻痹,因为症状相似, 不少患者导致被物诊为肩动症,KD也是一种罕见病,每十万人仅有一到两例报道,特别是在中国由于认识不足,诊断出来的更少, 有数据显示,我国估计有两万人患有KD,但文献报告的只有二百多例,这就说明,很多人患了病去不了解自己的病情。 2017年,我国将医院试试诊了一例KD病例,患者是一名53岁的男性,十一年前仅表现为头部不自主的抖动,后来进展为全身无力,严重影响了生活,医生询问并使还发现, 这患者的两位哥哥均有类似症状,成人形脊髓性肌萎缩症,脊髓性肌萎缩症是一种由于脊髓前脚细胞损伤, 导致的常染色体隐形遗传性神经肌肉疾病,临床表现包括运动趁缓,四肢近端肌无力,肌萎缩等,根据起病年龄和病变程度,可分为此形,其诸此形成为成人形脊髓性肌萎缩症,SMA4,SMA4一般在30岁以后起病,群体发病率约为0,32-1000,男性明显多于女性, 轻病后,病情发展较快,病人通常短时间内丧失劳动能力,因为症状的重叠,SMA4的确诊也相当困难, 仅凭临床特点,积电图,紧追NR结果,而不做激活检,基因检测的话,就无法最终确诊,和很多罕见病一样,中国的SMA患者也在抱团群卵,在SMA之家网站上,有个省市的SMA4父母,成人患者,他们交流着国际上最新的医学研究进展, 疑传学知识,也在论他写下了患病日记,辛勤故事,无法言说的苦痛,回到ELS本身,见动人除了不能自由活动带来的心理痛苦,到了中晚期, 躯体疼痛也是让他们生存质量下降的主要原因,ELS患者的主要疼痛原因,包括神经病,理性疼痛, 如自发左痛,刺痛和振发性剧痛,和右发触摸痛,痛觉过敏,后觉症状,这些症状能够影响远端肢,成弥漫性或沮躁性,无奈之下,选择协助死亡 2017年一项研究估计,美国华盛顿州有3.4%6.7L患者,在5年内寻求医生的协助自杀,是癌症患者该比例的许多倍, 我们能为ELS患者做什么,无创通气,精疲内静下微造露术,ELS患者后期常常无法吞咽和咀嚼, 还会增加吸入义务,体重减轻,脱水的风险,等患者失去吞咽功能,或体重减轻超过10%时, 则应考虑精疲内静下微造露术,方便患者服药和补业,例如做续义荣酷阿酸受体结胖剂, 随机昂尔基对照试验显示,绿炉素科学患者生存期平均延长3个月, 其不良反应包括无力,僵硬,恶心,肤痛和肝门身高, 以达拉凤士最近才获批的新药,是一种自由激清除剂, 这种药物需长时间连续进来输液集药,输液时间约1小时, 为方便可以留置导管,不良反应包括过敏,头痛等, 不注意时,对于新智诊断为ELS的患者, 有没有办法,能拦住病魔的脚步,让自由流久一点呢, 一向发表于Gamer Morality的新研究表明, 吃高水平炭氧化营养素,类胡萝卜素食物, 比如,水果,蔬菜,高纤维补物,鱼类,家禽, 似乎能让ELS患者好一点, 但也有专家评论表示,由于实验设计的局限性, 这项结果只能证明相关性,不能正视因果性, 结果,每个罕见病患者,都会经历身心的双重痛苦, 也是信任的,不行的是他至今无法日日, 列入五大绝症之一,得到了更多人的关注, 研究底因资源的投入有了更大进展,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